网络昨天流传了一段视频 显示雪州当龙家 用甘榜巴黎色龙的 这个珍珠路旁的水沟 疑似有鳄鱼出没 野生动物和国家公园局 今早证实了有关的消息 并表示鳄鱼预计有1.8米长 当局昨天已经派员赶到现场 试图搜索和逮捕这条不速之客 但是鳄鱼已经消失无踪了 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局总监透露 甘榜的居民昨天傍晚5点半 在水沟发现了鳄鱼的踪影 根据目击者 鳄鱼当时探出了头 若隐若现 大家一度试图逮捕鳄鱼 但是受到惊吓的鳄鱼 马上逃到水沟底 最终销声灭迹 当局随后也在相关的地方 巡视的几番都没有结果 当局促警民众要小心 时刻的观察 如果再次发现鳄鱼的踪迹 务必马上投报 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局 将展开逮捕行动 感谢观看